大家好!欢迎又来到这个《北斗涌》的频道,今天是2021年3月23日,第232集。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《电能获长见,谁比较优胜》。 各位,我们在第231集的时候,就讲中国和美国是一个新的局面。 而这个局面一开始的时候,似乎就不是那么好的结局了。 问题就是,以后的结局会更加怎样呢? 大家没有人知道的。 不过,我朋友就给了这一条link给我。 这条link我都会放在我这条影片的下面,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。 这条影片就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会谈方面大概有一个多钟。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,可以原则原味地看完。 虽然我不知道这一个多钟头,会不会是整个meeting的全部, 但是大部分都应该包括了。 所以在电视机前面,或者在新闻前面,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 这里就会比较详细一点。 自从中国和美国搞得不好之外,其实中国最近又和欧盟搞得也不是那么愉快。 因为欧盟就决定要制裁中国,那北京就立即还拖。 话说,为什么欧盟要制裁中国呢? 原来是关于侵犯人权,尤其是维吾尔族那边的人权。 所以欧盟就对个人,或者对中国的公司实施这个制裁。 是自30年以来,由1989年到现在为止,就是第一次这样做的。 这次这样做的话,就令到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可能进一步转叉。 而且不单止,就是原来中国最近又得罪了法国。 其实法国和德国,对中国的态度一直都不会是太强硬的。 但是你现在连法国都得罪了的话,如果迟些再得罪了德国的话, 那其实就会比更多的牌给美国拿在手上。 虽然他们现在还是散沙一盘,但你不要忘记,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越堆越团结的话, 到时中国要对付起来,就会比较困难一点。 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去和所有的国家都是敌对的。 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这些策略,是不是真的很有效的? 那就要看久才知道。 问题就是现在看来,那个形势可能对环球股市的影响,可能会慢慢浮现。 未必是现在。 不过去到这个五穷六册的时候,可能真的有点危机。 在第230集的时候,我讲讲讲灯的业绩报告的时候,都希望一直讲下去。 只不过在第231集,因为环球局势是急剧变化, 所以不可以不讲讲国际形势,尤其是中国和美国。 这次讲完之后,当然是回来讲讲讲这个长和系的表现。 今天的恒生指数就跌了接近400点。 但是我看到这一只港灯真的有好处的,很实正。 它今天是没有跌过的,没有升也没有跌,保持在7.89。 所以这些公用股其实有时都挺开心的,因为大市跌的时候它不跌的话, 其实你的财富也没有少到的。 总括来讲,这个港灯其实是业务有增长,但是派息就没有变到的。 其实最坏的情况可能也已经过去了,所以今年2021年很可能就会重新慢慢有增长的了。 另外,股息率其实现在慢慢就变得不是很吸引的。 因为只得大概4厘左右而已。 不过,它现在就在做7.89。 离开我这个目标价8.1就越来越近。 其实我现在也是在热烈期望,可以很快就充过8元。 这样就可以令到我的目标可以达成了。 既然今次继续讲下去的话,就要讲两间公司了。 一间就是它妈妈,就是电能实业。 另一间就比它更加高一档的,就是这个长江基建。 我们就看看这两间公司到底最近公布了业绩之后,有什么启示给我们看到。 电能实业这间公司最近公布了业绩,就显示到它今年的业绩是倒退了。 不过,倒退来说,一点都不算严重。 只是倒退了大约14%,就赚了全年61亿元左右。 每股盈利就有2.87。 但是它其实派的股息,全年来计就派了2.81。 那其实呢,差不多是用了大概98%赚到的钱都拿来派息的了。 所以,剩下来在公司的钱其实就不多的。 另外呢,我们要看,其实它这间公司的业务呢,最主要都是来自英国。 但是英国呢,就相当跌得比较重要的了。 跌了接近三成的业务。 那澳洲反而好一点哦。 不是跌得好多哦,跌了8%而已。 那中国内地那边呢,就跌得好多。 那为什么呢? 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合资的工厂呢, 那做到这么一刻呢,就已经是懸弱了的了。 所以呢,那个约是没了之后呢, 那就要归还回这个资产给人家。 所以呢,在这个中国内地的贡献就会少了的。 不过公司有个好处呢,就是它现在手头上呢, 拿着的不算多,还有18亿的现金。 那其实这一间公司也算是大奸的。 拿着18亿的现金其实就不算多。 不过希望呢,有这18亿顶着顶着下的话呢, 希望呢,每一年的派息呢,都还可以着量地加多一点。 如果今年的环境是最恶劣的,已经过去了的话, 那我们展望2021年呢, 希望呢,这一间公司呢,可以开始呢,继续有回增长。 那到时派息呢,就会是比较是舒畅一点的了。 那这一样东西呢,我们是热烈期望的。 说完这个电能实业呢,那当然要说他妈妈这个长江基建啦。 那长江基建呢,这次就比较大劲一点了。 因为呢,他全年的业绩呢,就按年跌了30%。 那么呢,盈利呢,大概只有73亿2000万左右而已。 那和去年比较有超过105亿的话呢,那真的比较惨一点了。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? 其实呢,电能实业呢,和这个长江基建,大家知道他的关系的啦。 所以呢,他们如果是电能实业跌的话呢, 其实呢,长江基建基本上是要跌一倍的。 那所以呢,现在跌了30%呢,都是很合情合理的。 好歹呢,长江基建现在手头上呢,足足了大把钱。 现今呢,大概有135亿元。 那所以呢,如果对将来派息方面呢,我就不是太担心的。 如果他没有其他项目要去发展的话,这135亿元呢,足够他慢慢的了。 那至于呢,他那个负债方面呢,又不算高了。 大概是13%左右。 所以呢,如果他要进行一个新的收购项目的话呢, 理量上就不是一个大问题的。 啊,今年呢,唯一的小插曲很好看的呢, 就是他连续24年呢,都有令到股息增长。 不过增长呢,其实就是很象征式的而已。 只是增长了一仙那么大把, 猜不到李泽他真是做得出,给一仙的。 那如果他年年都给一仙的话呢, 那其实他年年呢,都可以叫股息有增长的。 不过这样的说法呢,其实意义呢,就已经不是太重要的了。 那另外呢,我们要知道呢,就是今年呢, 那他一共呢,每股派息呢,就是2.47。 那如果跟这个刚刚上市的1996年来比较的时候呢, 他说,其实现在派息的比率呢, 或者是那个数量呢,已经是比当年来说呢, 是多了15倍的了。 那其实,都是一件好事来的。 只不过现在的增长呢,就慢慢低了下来呢, 这一点东西才令人担心的。 希望他今年呢,在2021年呢, 可以找到一些较为适合的项目呢,可以继续投资。 因为这一间公司呢,大家不要期望他有爆炸性的发展。 他只不过呢,会是一个缓慢, 但是呢,就会很实实在在的慢慢的增长。 所以大家呢,对这间公司千万不要期望过高。 如果我们呢,看回这个长江基建的财务报表的话呢, 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栏呢,叫做其他收入方面呢, 是突然间少得很紧要的。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? 原因就是因为呢,上一年呢,就有可以出售这个联营公司呢, 就得到的利益。 那今年既然没有这一笔数的话呢, 所以这个其他收入方面呢,就是少了很多。 那今年一方面呢,就是这个汇率的亏损方面呢, 也是多了很多的。 但是呢,在他的报表里面呢,就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去解释。 所以呢,也都看不到呢, 究竟为什么会有那么损失惨重在这个汇率身上呢? 至于每股的盈利方面呢,就大概是2.91, 那跟去年比较呢,就差很远的了。 不过,今年的派息呢,全年就派2.47, 那大概呢,就是将盈利的85%拿来派的。 好了,至于呢,这个长江基建呢, 因为它是环球业务嘛, 那大家可以看清楚呢,究竟哪一个业务呢, 是带来呢,是最多的利润的。 那英国呢,始终都是占第一位的。 那电能实业都不错的,排在第二位。 那跟着就是澳洲,和欧洲地区。 那至于这个加拿大,香港,纽西兰, 这些呢,其实炒完一碟都是很小的。 那最主要呢,都是看英国,澳洲, 欧洲,和这个电能实业。 所以呢,以后我们密切留意这几个地区的发展, 就大概可以知道呢, 这个长江基建将来的盈利呢,是会去到什么水平的了。 相信有很多朋友呢,都希望将这个长江基建和这个电能实业呢, 就拿来比较一下,究竟哪一只呢,是值得去投资的。 那如果说股价方面呢,其实两间公司都差不多的了。 那所以呢,哪一间都没什么所谓的。 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的市盈率呢,我们也都发觉呢, 咦,两间公司的市盈率都是差不多的了。 那如果再要斗的话呢, 那唯有呢,就是斗这个股息的收益率了。 那这个股息的收益率呢,似乎电能方面就会好些咯, 有超过6厘。 那但是长江基建呢,现在只有5.3%左右而已。 那所以电能方面呢,理论上就会好些的。 只不过,你看到电能实业这个名字呢, 就知道呢,其实李泽巨根本就不喜欢这一间公司呢, 是在他的长和系里面的。 如果是喜欢的话,为什么不叫做长江什么什么呢? 那反而呢,长江基建呢, 一直以来呢,都是这个李泽巨的亲生子来的。 所以呢,他一定要保住他的招牌呢, 连续24年,甚至将来呢, 他都希望呢,继续有这个股息的增长。 他没有他八爷,李嘉诚那么厉害,是吧? 但如果他能够令到他手头上一间公司 可以连续20多30年呢,都是有股息增长的话呢, 其实这个都是创出一个神话来的。 所以呢,我相信他如果想留有余地给自己的话呢, 应该会继续令到这个长江基建的股息是不断增长的。 至于有没有收购方面呢? 其实我都说过了,现在外面呢, 要收购这些项目呢,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 那就希望他能做到啦, 但如果做不到的话,都没有相关的。 存在那些钱,放在公司里, 那些钱又没有脚的,又不会走出去的。 如果将来没有什么发展的话, 分分钟可以派特别股息给我们, 那都是一件好事来的。 所以呢,如果来看的话呢, 暂时来说,我始终觉得长江基建是比较喜欢的。 但如果有些朋友想投资儿端, 正プ praying for freeive healing for free it 什麽 entonces, 其实这个电能实业也十分便宜的。 因为 ب sì, stay, 也没有人知道目搜索每年都会有6% 来比利害得到 Goaxe, 比博家所房租的那么大风险的! 各位,又有文章想推介给大家啦! 最近才刚刚写起了一篇新的文章, 这个题材是打工皇帝霍建宁,原本这篇文章是想着跟长和系的业绩公布一起出的,大家可以互相辉映。 不过,因为见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重要,所以就把它放在前面。 不过也不要紧,文章就还文章。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网络,看一看为什么有些人能赚到可以连年赚几亿的薪金,希望大家慢慢欣赏一下。 如果各位看完,希望各位帮一帮忙,按一按附近左右,前后左右的广告就可以了。多谢各位! 希望各位今次满意这一集的内容,也希望各位帮忙按一按广告,继续订阅,继续按下钟仔, 分享这条片给朋友,给个like作为一个鼓励。 在这里,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,投资继续顺顺利利。